我们打武术 即使我不知道什么内球不内球 但是我练着练着练着 那个部分会慢慢的感受出来 你现在练里面发现问题了 我在教你练的时候 是不是会叫你慢下来 然后就让你勇气 再叫你去感受每一个动作 就是说先摆左脚 扣右脚 你会不会脑袋跟着走 然后说头顶一弯水 你会不会想 然后说你寒凶把背 你不会走 然后说一手淡甜 你不会走 会 因为用这种教训方法 慢慢去引导你 每一个关节 每一个进入气节 都让你去感受 经过几年的时间骂骂骂 你的感应就很快 你自己动的时候 你就能感受到身体里面的这些 肯定有些信息反馈给你 越打越舒服 然后你越舒服 他的感受就越好 那身体会真的给你反馈 一定会反馈 因为你现在反馈的东西 是不好的东西 头痛 头晕 心慌 气短 酥梦 那我们不能翻译过来想一下吗 让这些不好的东西消失 让好的东西反馈给你 你只有这个思想转变了吗 就成功一大半 没有取不出来 没有教不出来 这就是一个师傅对学生的引导能力